观生不尽 我们对生的爱已经很深重 我们已经对身体产生爱念 观生不尽就可以拼除 我们对身体方面的爱念 所以或许都有讲 在印度他们修行的以往 都有一个尸体灵 就是人死了以后 没有埋葬 也没有火化 都拖到尸体灵去晃着 要给野兽吃 就是布施给野兽 所有他们在印度的修道人 就去观察 尸体的变化 所以我们要了解说 人不管你长得怎么样 只要死了 然后经过两个礼拜 它就有膨胀 我们谈话骂人说 碰到的 那个膨胀 整个皮肤都很光亮 然后再过一个礼拜 破了 已经撑开了 就已经血水 都流流出来 然后血水流出来 里面的肉 虫在吃 所以我们身体 里面都是虫 虫在吃肉 那把肉吃光了以后 生下骨头 生下骨头以后 又风吹雨打 风化了 然后一阵大风来一吹 我还不见了 人在哪里 不见了 去哪里 不知道 所以 那个 思念处的观生不尽 就是 要我们了解 我们的身体 就是这个样子 不尽 我还不见了 我还不见了 谢谢大家